花蓮市公所17号举办了112年度的民房团继各礼分团基本训练 邀请了花蓮县府民政处以及花蓮县消防局 分别阐述民房相关法令以及进行紧急救护 火场逃生等灾害应变处理演练 而市长魏佳燕期盼透过专业的讲师指导 让民房团员具备相关的知识 进而提升协情的运作效能 同时在救人之际也能够保护自身安全以及权益 花蓮市公所举办112年度民房团及各礼分团基本训练 邀请花蓮县政府民政处及消防局分别阐述 民房相关法令还有进行紧急救护 火场逃生等灾害应变处理演练 市长魏佳燕期盼透过专业讲师指导 让民房团员具备相关知识 进而提升协情的运作能力 今天是我们的民房的一个长训 集结了我们在座的一些团员 包括我们的里长还有我们的里干事 然后等相关的一些人士 然后到我们公所做一个简报室 做一个长训的训练 那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灾害 可能下一秒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平时就需要加强的练习 那未来我们在可能在台海的问题上 也需要更多的一些民房的一些民众来挹注 我相信在我们军方缩减的这些 可能有一些压力之下 未来民房绝对是我们坚实的一个战力 客程首先邀请到县府民政处张家福 来针对民房法及相关执法进行阐述 并以反恐为主题 向民房团员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接着是消防局花联分队教官吴鸿毅 说明火场逃生必备的救援及避难守折 要建立防灾救灾减灾观念 来增加民房团员协助救援的能量 谢旅会欢迎视报道